搖满 呵呵 Hola Guys 歡迎回來 RockYO 有一段時間沒有更新ificant 確實這個疫情鬧得很煩 然後物流什麼的 也收到了很多单个 我是老早讲分享这个春夏购物的一些合集 无奈很多东西没到期 对于主题来讲不是很好整理 所以就有一些延迟 本期呢也没有收任何的费用 就是最近这个时期大家都挺紧张的 今天想分享的是一些 主要是以春夏的单品为主 少部分是因为延迟的关系 不一定是适合这个季节 但是也是我之前买了还没分享的东西 所以今天就统一一起讲一下 二开始之前邵力还是介绍一下身上穿的单品 可能这段时间都不是很方便 外出拍外景大家看了 就委屈一下 我们看一下室内穿搭的上升效果了 帽子是我之前介绍过的 Colhart Whip的六片帽 然后虽然这件Aloha Shorts 来自Stepy Plus 最新的一个跟2lbs别墅款 那Stepy别墅款其实一直都有一个还不错的表现 虽然说推出新品的这个频率不是很频繁 这一次呢是找了夏威夷本地 专门做Aloha Shorts 这个品牌叫2lbs 总之穿上身呢就非常好的凉感 然后铁身整个垂感 面料的效果也不错 然后图案印刷的位置 竟然还能做到对色2lbs的所有衣服 基本都还坚持在夏威夷生产 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挺对的 实际上穿的这个是Aloha的效果 那这是这件Postcard Loha Shorts 那我们还是先从鞋款开始讲起好了 鞋款应该是比较多人想看的内容 服饰方面我就放在后面 首先就是这一双Rippo的ZIG 3D Storm Hybrid 简单看一下鞋盒 鞋盒长这个样子 就没有太特别的地方 括号在这里 这双鞋其实下单的时间是去年 不应该是去年 是春节前下单 1月20几号下单我记得 然后这双鞋我实际拿到手 是3月初头才拿到 等个超级超级久 然后3月初头你们也知道 我当时不在家这边 我去了杭州参加扫木的活动 真正回来说这双鞋 真的都是3月中的时候了吧 所以这个非常长的收获周期 导致了我对这双鞋有一种莫名的期待 我会觉得它可能会特别好看 或特别好穿 用实际拿到手呢 设计我是挺喜欢 确实不错 但是做工真的是一言难尽 现在Ribble这公司属于 已经被Adidas转手卖给 这个叫ABG对吧 没记错的话 那这双鞋呢 其实还有浓浓的 在Adidas的影子 这双鞋设计师呢 现在也已经离开了Ribble 去了Gross 还要先来看的外形好了 那么你可以从这鞋的外观 看到它还是有很多 Adidas鞋款的影子 包括这个外底 甚至科技方面 我们一个个来看 首先就是这一个非常夸张的 外底造型 速度的看它是个Zip字型 Ribble自己的一个Zip系列的设计语言吧 然后分了上下 上面这层颜色浅一点的位置呢 它是比较硬质的TPU 用来做一个支撑的固定 下面这边应该就是一个比较软 比较好回弹性的这种EVA泡棉 然后里面其实它有包裹一个内线 就是你可以从鞋底 这个楼空的位置看得到 从特点上你可以看出来 它是非常非常接近BOOST科技的 虽然它自己把这个名字叫做 Float Ride Energy 脚感我觉得其实OK的 就回弹性来讲 跟我自己的一代Altraboost 差不太多 三四代的底片厚之后 其实我没有感兴趣去试过 然后这种鞋除了中底鞋底 有这个比较好的这种设计感 和回弹科技加持之外呢 主张鞋的这种开合的设计逻辑 也挺特别的 它表面有一块非常大的塑胶片 拉两根橡筋从内侧 拉到后跟的位置有个挂钩 这里有一个弹力开口 打开之后 把前面这一个再打开 然后这一片就可以抬起来 看到里面的这个携带系统了 这个携带系统有一点像是 越野鞋的那种设计 抽拉绳的 不过它这个拉绳是带弹性的 就是这种弹力向紧 所以其实你拉不拉紧 它对于这个弹性收紧的变化效果 影响不特别大 鞋舌就不是那种内学设计 但它鞋舌做的太短了 我觉得它其实可以做长一点 这么短的鞋舌穿起来 真的不是很舒服 我以为这个鞋会偏小 其实它偏大 然后导致我穿的时候 脚趾是顶在这片下方挺不舒服的 可能这是影响我对脚趾的一个因素吧 我不知道如果合适的马术会脚趾 感受会有提升 如果有的朋友的话 可以给一个反馈给我 总之我觉得不太舒服 然后这个鞋的鞋垫是粘合的 我拿不出来 这双鞋做工真的是不太行 讲真的 它有很多非常不该出现的翼脚 我会拍特写给你们看 总之这个花钱买到手呢 会有一点心理不太舒服吧 要不是为了这个设计 这个颜值 还有这个配色是真的 我觉得我不会太推荐 花吵架去买 原价还是可以的 我记得这双鞋原价 1000左右吧 反正我买的时候是1399 它上面这一个设计叫做Shelter Shield 穿上脚呢 其实形状会有一点形变 因为人的脚是有幅度和曲线 所以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凌厉 那么的小 不过还好 它变化不是特别大 主要受它这个非常夸张 非常宽的外底造型的影响 把它上面这些整个形状的线条都落化掉了 脚趾的话 如果满分10分 我会给它个5分或者6分吧 设计感我会给个8分 我不知道你们会给这个鞋打几分呢 你们可以任意发挥一下 虽然这双鞋的不是新款 如果你们要买的话 建议拿正常匙码就好了 参考Leadus那种鞋型鞋轩的样子 不过最近Ribble的联名动作 我看到有跟Random Event有联名 除了三款不同的鞋子 我觉得还是挺可以的 至少从宣传海报上看 三款鞋子给我各自的特点 但同时也保证了整个联名的调性 还挺符合Random Event这个品牌 这种有点成熟成稳 但是又不识街头味道的感觉 不过实际我也没有拿到手啊 Ribble人没有联系过我我 OK 再过来一双鞋是 去年尾入手的 上脚之后呢 没有详细分享过 当时问了 感觉感兴趣的人有 但不是特别多 所以就延迟了 今天还是想讲一下 因为这个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它是来自Lasportiva的这一双 叫做TX Pro GTX 早前我在 胡宫越副作用2的影片中上脚过 首先简单讲一下Lasportiva这个品牌吧 它是来自意大利 地位分量还挺够的一个品牌 在户外界还挺吃香的 尤其是对于爬山攀岩这样的运动 如果你们看过那个 徒手攀岩的一个纪录片就知道 主角玩训练 还真正的去实战的时候 它穿的鞋都是这一个Lasportiva 当然它们加入很多系列啦 这双鞋它们叫做 Approach 捷径鞋 就是你从村庄出发 去到爬山之前这段路穿的 其实能够把它理解成徒步鞋 我觉得好像也行 但又不太一样 就它可能比一般徒步鞋来讲 防御性保护性都加强了非常非常多 这双鞋的鞋底特别硬 别说城市了日常出户外穿的话 我觉得我也可能坚持不了太久 它底真的太硬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一定的体重 才能踩动它的这个回弹 黄色这一层就是它的缓震层了 其实还是挺Q弹的这个手感 不过需要大力点按下去 它才有这个回弹效果 然后侧面这一边整条 一直到鞋头包过来 这一条全都是这种防水防挂的 非常厚实非常结实的这一层 然后它这个你看起来好像是高帮鞋的效果 它外面加了Gortex 里面就是一双低帮鞋 然后它也不是这种竖紧鞋带 它是需要绑鞋带的 我觉得就有点傻 如果它能竖紧的话会更好 因为你绑好了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结 拉紧拉链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鼓起来 然后反向压着你的脚就不很舒服 但它里面的内靴做得还挺好的 它是那种单向式的鞋舌 鞋舌只有一边开口 另外一边是跟鞋身完全连在一起的 这个好处就是说你行走 不管走多久 鞋舌也不会歪来歪去变形什么的 鞋垫是Authroid抗菌鞋垫 对我这个是闲置买的 所以你们还能在哪个地方买到这双鞋 我也不确定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现行款 但是他们好像是有线上旗舰店的 大家可以去他们旗舰店看一下 现行发售的款式 如果你不是特别硬核需要 Approach去接近大三的这个需求的话 我不是特别推荐你买 他们家有别的这种 后面出的一些新一点的款式 可能会更加合脚更加舒服一点 不过这是我第一双Lasportiva品牌的鞋款 我就当时研究做功课感受一下 我觉得这品牌还不错啊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考虑一下 其他运动方向的一些用品来感受一下 总之鞋本身做的很结实 在它自己的领域上 功能性防御性 各个方面的性能都做得非常好 一点都不含糊 做功能非常优秀 就看它的这个定位是否能契合到你的需求 如果是完美契合的话 那它就是一种非常适合你购买的鞋 如果不是的话不要勉强 一定要选自己合适的 尤其是这种硬核户外运动的用品来讲 这其实是我穿过几次的效果 它的底基本上没有磨损 鞋本身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上脚效果还挺帅的 我不知道你会给它几分 脚感的话我可能也会 只有给它到5到6分吧 但是防御性功能性 它真的是给的挺足的 鞋本身这种制造工艺啊 各个设计方面我可能都给到8分 OK那么最后一双鞋 就不是春夏系列的 是我之前收到的C0 但是没有来得及分享 因为收到的时候就差不多过了季节了 但是还挺多人好奇的就顺带讲一下 就是沙尔门跟康尔联名的这一双Shelter CSWP 鞋盒长这个样子 是之前的版本的那一种限量款的鞋盒 这是货号 我当我说到这双鞋呢 正好正好是过年期间广东最冷的时候 大概晚上就是两度左右还要下雨 就挺夸张的 我就穿了几次我觉得还不错 不管是脚感也好保暖性也好 然后包裹感或者是防御的性能也好 这双鞋综合分数还都挺高的 颜值你喜不喜欢这个我只能说是看个人的 我觉得配色就还挺卡号的 当然这双鞋非联名的版本也有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也有蛮多挺特别挺好看的配色 虽然配色不能说是这款鞋上最好看的 但我觉得它是最适合这次联名的一个呈现效果吧 这双鞋在SALOMON分支里面算是冬靴 Winter Boots 如果你在官网点击这一个分支是可以找的这个鞋款 它本来是有一个贴纸在上面 上面写了它最适合的温度 当然也取决于你所在的地区和实际体感温度 这只是一个参考 那双鞋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无论说它有一个软壳鞋身和防水科技之外呢 它有一点绝缘的效果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电力学专家 我不确定它的绝缘效果 是否符合电力施工的这个标准 只是说它作为一个噱头存在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当然不推荐 如果有从事电力行业穿这双鞋 但工作学 这是不满不可能 国家有国家的标准 那像我刚刚说的 这双鞋还是有 SALOMON自己当家的科技 Otobias Chassis的这一个稳定结构 然后这一款正程 虽然是没有鞋 但是感觉像是Energy Cell的 然后这外点还是Counter Grip 但这个Counter Grip呢 区别于我们之前 夏季穿的那些越野跑鞋 或者是徒步鞋 它是像泥地雪地的版本吧 它的橡胶弹性很好 它比较适合Soft Ground 污泥啊 小小鸡雪这种松软路面穿 当然不是说在城市就不能穿的意思 只是说它更适合抓一些松软路面 鞋的名字上也写 CSWP 就是Climate Solomon Waterproof 这一个防水配合这个软壳鞋身 整个防御性还挺好的 反正至少我是没有觉得 穿它的时候有被淋湿过 具体它的防御性能持续多久 这个我甚至暂时还不确定 因为广东很快就变热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暂时穿不上这种鞋了 还是简单看一下它的鞋身设计 它是一个中高帮的鞋款 摒弃了在我们之前那种 抽拉携带的方式 变成了传统的绑带 上面有两个钩 然后这一个鞋舌是那种连体鞋舌 好处就是说雨雪啊 积水啊不会容易进去 鞋口这一圈是用了这种直绒的内衬 柔软心肤 然后也比较暖 鞋垫也没有采用之前SALOMON一贯用的 Ortholite抗菌海绵鞋垫 而是用了这种泡棉鞋垫 官方说法应该就是比较保暖吧 但透气性会下降 鞋垫表面的这个图案 是用了一个什么印尼的雨淋迷彩 鞋身表面这一圈 从鞋头开始一个非常硬的保护层 一圈到鞋后跟 外侧都有一个比较好的 防水防污的压胶 整个鞋的这种柔软性包裹性感觉都不错 实际上角的效果 我觉得算不上特别帅 但是就真的很扎实 还挺适合卡号尔这一个品牌的定位 就很工作 我也是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品牌竟然会有这样的联名 这双鞋我简单的一些感受 然后就是服饰方面 最近收到的潘山鼠夏季的款式 我还挺喜欢的 首先看一下脚短裤 脚短裤叫做Gradner 潘山鼠这一个品牌 还有它其他单品呢 其实我早前有不少影片 都介绍过 感谢朋友可以看一下 对于说过的内容 我就不想再重复了 针对单品来分享一下 叫短裤在我们家 也算是一个比较顶级的徒步短裤吧 不过说短裤呢 它的长度是覆盖到膝盖的 我对短裤没有说特别执着 一定要折住我的膝盖 就还好 只要不是麦鱼通那么短的话 在膝盖上在膝盖下 都没有太大关系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 就可能 我明白有些人就是穿短裤 不想要露出膝盖 就好像穿凉鞋 而且不想要露出脚趾 这种奇怪的癖好 路上我短裤是有两个颜色 我喜欢这样均绿色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做工当然一如既往的好 它特点就是说 在膝盖前片的 下半截的位置 以及裤子后身 都是用了这种 隔纹抗撕裂Rip Stop的这种面料 穿上身很明显的感觉 加持了这一个面料的部分 就有那种很结实的感觉 但它其实没有不舒服 整条裤子还挺柔软 很合身 它不是那种非常宽的版型 它是直筒的那种短裤 就没有那种Oversize的效果 当然我的码数都是合身的 就是扣子扣好 我连腰带都不东西 刚刚好 如果你们想要追求一些 比较特别的视觉效果 你可能买大 一码两码 当然这个在 户外运动的时候 是不建议的 只是说你想要拿来 做搭配的话 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我蛮喜欢它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 侧面的口袋 它是有同时加了 扣子和拉链 两个开合方式 有特点的这种 三角形的拉链头 口袋盖上面有一个扣子 我觉得这好处就是说 外运动情况下 我想要快速访问一些 比较便捷 但没那么贵重的一些物品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打开拉链 来使用这个口袋 然后如果说真的 装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的话 拉链拉上再扣上扣子 也是一个双重保险 然后这口袋本身的位置呢 是在大腿稍微靠前的位置 所以说你走路的时候 因为这裤子 本身剪裁也是挺合身的 因为在户外徒步行走的时候 一般时间都挺长 两条护管不会互相摩擦到 口袋东西也不会甩的太厉害 就是挺舒服的 细致做工工锁了 口袋上面还有多一层的这种收边缝线 这边的这种裤盘上 还有一个小的勾环 上面还有一个老鼠 非常非常小的logo 很可爱 然后这套裤子的防护防水 在老鼠家等级里面是第六级 那具体的这个等级列表会贴在这里 那总之上升效果 大概就是画面上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一件短袖 因为这短袖呢 它也算是老鼠家比较顶级的这种 贴身打底层 有老鼠家典型的这个立体剪裁的这种cutting的版型 天丝和羊毛混绑就很舒服 这件衣服我拿的是M号 然后我穿上就刚刚好 就像我刚说的 如果你要追求其他的这种穿搭式的效果 可能拿大一点 但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 肯定是要合身材舒服 那么它比较适合是夏季的户外运动单独穿 或者说是秋冬 直接拿它打底也没问题 当然这一个衣服它是有长袖版本 也有配套的长裤了 就是老鼠家的打底层呢 还是蛮齐全的 尤其是在户外运动的情况下 打底的这一层 等于说是保命的这一层 还是不能太节省在这一层上 有羊毛成分的好处 就是说这件衣服 它有一定的透气和自洁功能 穿的时间长了 也不会说有特别重的味道 并且这件衣服也足够的薄 真的要洗的话 它的干的速度也非常快 在你出汗的时候呢 不会粘在身上 不会贴在皮肤就很舒服 羊毛成分不是特别多 30%几 所以它不会有那种 扎皮肤那种扎肉的感觉 剩下的天丝纤维 好像来源是木材 就是一个技术性比较高的 透气大底层 并且这种混房纤维呢 耐久性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对于它这个价格来讲 可能看起来确实不算太便宜 但是你考虑到它的功能性 它的技术性 它的耐久度 以及它对你自身安全的 一个防护性来讲 我觉得还是 如果你需要的话 是OK必要的 关于这些服饰上效果呢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了 如果你要穿一套的话 看起来就很老鼠的户外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你要错开穿其实也OK 挺好看的 配合我之前也有穿过的老鼠这件 Answer的皮肤衣 我觉得挺舒服 很好看 然后跨一个老鼠的袋子 我觉得老鼠加很多东西 都还挺适合日常穿 OK那么这大概就是一些 我这一次想分享的 一些我的购物体验 好吧那么主要就是 偏向户外运动的一些单品为主 不知道对你们的选择 有没有帮助啊 希望你们喜欢 那么接下来呢 我还会再分享一期购物的分享 是面向于城市使用的 就没那么多户外领域的单品 感谢的朋友可以留意 接下来的一起有背包 然后有一些城市日常着用的服饰 最近还是疫情紧张 我也尽量说 配合防疫工作的情况下呢 多点制作一些影片 给大家解解闷 也希望各位都尽力保持自己和身边人的健康和安全 尽量配合防疫工作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一定要给我一键上来 好吗 这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有时是最近这个时期 大家流量都不太好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记得点下订阅 那我是Rock 我们下次再见